诗篇111篇第十节 这样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有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智慧 但是可以在哪里寻找智慧呢 我们又怎样可以更重视和培育智慧呢 是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自己能够更有智慧 例如如何处理工作上那封棘手的电邮 又或者应该如何处理总是不喜欢守规矩的孩子 无论是在工作上做决定 或者面对生活的困境 我们都一次次地体会到自己多么需要智慧 于是我们会透过书籍 咨询或者各种课程 希望获得一些有用的建议 学习更完善地管理我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 这些知识固然是有所在益 但是我们仍然经常发现好像少了些东西 我们需要的智慧在这个世界无法提供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属灵的智慧 那究竟我们可以在哪里寻找这样的智慧呢 在圣经诗篇111篇第10节 和针言1章7节告诉我们 要从敬威耶和华开始 敬威上帝就是因为他的威严和圣结 而诵经同尊荣祝 当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智慧 我们就会理解 为什么要从敬威上帝开始来寻求智慧 在《雅各书》3章17节 就列出属灵智慧的七项特征 包括清洁和平 温良有信 满有怜悯 多结果子 撇除偏见 和离开假墓 所有基督徒所寻求的智慧 都应该和属灵的品格 就是和基督的特质相关 当我们与上帝同行 选择过正直的生活 顺服上帝的人所结的果实 也就是敬威上帝之人生命的果实 那你又希望在你的人生旅途中 所做的决定 怎样能够荣神益人呢? 《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五节这样说 你们如果需要智慧 就祈求我们慷慨的上帝吧 他必把智慧给你们 并不会因你们的祈求 而责备你们 这位慷慨的上帝 会帮助你敬威他 好使你得到智慧 并且为他活出美好的人生 不知会不会让你 透过反思我们的生活 并且怎样去明白 上帝当中的美意 而帮助我们增长智慧呢? 针言第一章七节这样说 敬威耶和话是知识的开端 愿望人藐视智慧和纷悔 好多谢你收看 由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每月主题信息分享 邀请你可以继续收看 我们就这个月的主题 为你简选四篇的专题分享 盼望当中的内容 以及诗歌能够帮助并且鼓励你 在上帝里面重申得利